五街豌豆排鸡炮 可以秒杀巨人 秒杀橄榄 秒杀一切他看不惯的小江江 五街这师傅 近战之王 武艺高强 能够使用双热棍攻击前方多个僵尸 这就是传说中的前有狼后有虎猫 只有我和老大在中间瑟瑟发抖 这家虽然植物少 但是实力很强 老大怎么问的 一个字 读 今天读的就是运气 只要打中了就是上脸 尽早到爆炸坚固上面了 我已经把所有的小江江都换成橄榄了 能不能秒杀豌豆排鸡炮就看这一波大的了 果然橄榄的实力不是盖的 终于只剩下一个豌豆排鸡炮了 就算它再强也不是我橄榄的对手 不要忘记给老大点赞哦 老大 我们为什么要打这种根本不可能打得过的阵容 谁说的 今天我有巨岩僵尸 你就等着看巨岩僵尸的表演吧 哦 砸掉坚果就成功了一半 我刚才差点远吧 有点厉害呀 不愧是最强豌豆 那就换一个方法 哪里 老大这是你的新办法 别着急嘛 还是上巨岩 老大还是跟之前一样啊 完全不一样好吧 我们都知道 南瓜巫师能够操纵大致归为人形的僵尸 被套住的僵尸会变成南瓜头僵尸 所有的大体型僵尸 包括巨岩 铜仁 姜王等 都是不会被操控的 将军巨岩僵尸 属于巨岩僵尸在平安时代时空的专属形态 正常情况来说 它肯定是属于巨岩僵尸的 毕竟这么大的块头嘛 据说南瓜巫师还会秒杀将军巨岩 这是真的吗 测试开始 我的天哪 居然竟然被秒了 来的 会不会是霸子呀 是不是霸子 是意识不就知道了 我们用埃及巨岩僵尸进行一个测试 看它会不会变成南瓜头僵尸 很明显是不行的 小僵尸们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吗 别人 一优优独播接 sights 别人 inst Tom